哈囉大家好 今天要開箱一個 露營野炊的好物 來自瑞典的煮飯神器 登登 你看它就是一個便當盒的外型 它在瑞典其實 並沒有煮飯神器這樣的稱號 它是後來外銷到日本人以後 被日本人在露營的時候 拿來煮白米飯 發現煮出來的白米飯 特別的好吃 而且都不會沾黏也不會有鍋巴 所以後來它就擁有了 煮飯神器這樣的稱號 那我們今天就是要來實測看看 這個所謂煮飯神器 是不是真的這麼神奇 是不是連我這個平常有在下廚的人 也能煮出好吃的白米飯呢 我們今天準備的白米 在這裡 總共有150公克 因為我們希望說可以 達到就是兩個人可以吃的量 那希望等一下不要爆滿出來 水的比例跟米大概就是 1比1再多一點 這樣煮出來的白米飯應該就是 軟硬適中的 而且又粒粒分明 我們現在就把白米 倒進去囉 我們要把它搖勻 讓米是平鋪在底下的 好了 那我們就這樣子放著 浸泡30分鐘左右再來煮 在等這個米浸泡的時候 我們先來做一些配菜 先用的是這個 韓國製的鋁盤 還有呢這個 用這個戶外在用的蜘蛛爐 來模擬在外面的火力 這樣我們等一下來煮飯的時候才準 今天的配蛋很簡單 就一顆擠蛋 然後一盤里肌肉 先噴一些油上去 然後煎蛋的同時我們一邊煎肉 這個鍋子它本身是有不沾效果的 所以我們這個夾子甜的 千萬不要去刮到它喔 登登 好啦 那我們都煎好啦 你看這個太陽蛋煎得多漂亮 這個肉也是香噴噴的呢 好了 那我們剛才在煎肉跟煎蛋的時間 米差不多也泡好了 來 大家看一下 這個米現在已經泡好了 準備可以煮囉 這個米的煮法呢 像這樣直火加熱的煮法 首先我們一開始呢 就是先開大概中大火 讓這個裡面的水啊 煮滾 它開始有一點冒煙喔 這個米湯 有沒有 有一些米湯開始流出來 這樣子就是它已經滾了 這裡面的水已經滾了 那我們現在就把它轉小火 小火以後呢 我們就讓它煮10分鐘 好的 現在已經小火 煮了10分鐘了 那我們現在要關火 把火關掉以後呢 還沒好喔 關了火以後 就讓它這樣子 再燜煮10分鐘 好 現在又過了10分鐘啦 我們最後要來驗收成果啦 到底會不會成功呢 是不是真的像網路上講那麼厲害呢 看起來好像還不錯耶 你看 那我們來檢查看看它 到底有沒有 超會搭還是鍋巴勒 來 大家看下面有沒有超會搭 完全沒有 有沒有鍋巴也完全沒有 非常的成功喔 看起來很好吃的白飯喔 先把蛋放上去 肉排 打一點蔥花 好吃的便當完成囉 肚飯實在是果然名不希喘啊 directors